就走了 这现在怎么这样子呢 这种职业还有人做 还有人提倡 哎呀我想真是 真是这个孤立道德呀 这个孝敌中心真是太差了 所以这个老 圣人讲这个话 我们了解一下实在是可怜的 那么既得知其言 既就是既是 我们中国跟外国不一样的 你看到美国英国都没有了 就是不一样什么 就是圣宗追缘 圣人说过 圣宗追缘 民德归后裔 这点不能不提倡 我们中国不一样的 这是固有的道德 这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绝对不能改变 你看信耶稣教 现在还好啊 信耶稣教许可拜祖先了 到去三十年 信耶稣教的 买祖先的牌位三千块 哇好惨啊 那时候我们真的听掉眼泪 祖先牌位就支三千块 就卖给你了 这祖先就在天之灵 那不是难过到什么程度 这太没有道理了 现在还好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 到提倡孝道 尤其这个祭祀要严格 不努马马虎虎 父母死了 归空以后 他这个牌位 给他磕的 像个样子 有漆啊 磕这个金字啊 贴金啊 差不多六七千块 很漂亮 那么到了过年过节 父母的生日死日 那你做儿子的 带着你的太太 带着你的孩子 那天要要拜 拜 你父母生前爱吃什么 你要拜什么 爱吃粽子 爱吃菜口柜 爱吃面包 他爱吃什么 你要拜什么 因为圣人教给我们 教给我们有几句话 四死如四生 四亡如四存 孝之至也 虽然是父母死了 我们心里 心里边在想 哎呀 并没有死 他的精神还是在我们呢 还在保护我们 好像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还是这样子 给我们帮助 所以然后呢 你给你父 儿女要讲 讲说 哎呀 你的我们的 你的爷爷奶奶 他当初创业的 那个困难 他的他的历史 他的德性 他的优点 继续给他介绍 每每一次都介绍 叫你儿女心目之中 永久有祖先的存在 就叫一修却德呀 你发扬你父母的德性 叫儿女知道 能够学他 所以无者备一 然后能四亲 无者 你做得很好 很完备 啊 你才可以说 哎呀 还可以啊 毛毛良心 对父母还过得 还没有什么缺点 没有什么缺陷 这叫做孝 这叫小孝 应该做的孝 那么下边呢 这个孟老夫子说的 这几种不孝 我们做一个检讨 啊 现在你们 在这个年龄 这个年龄啊 在校读书 这个都没有 我看你们都没有 入了社会 三十来岁 这一般人可能会有 那么大家 同时不想念一次 梦是十年元 是十所谓的不孝 和武 做其四十 独孤 独孤 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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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 好 挺 有 独孤 孤子 孤子 养 二 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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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老夫子说的话 今天我们也研究一下 这个梦老夫子是春秋战国时代 应该说世道小康 创造梦 孔老夫子的大同理想 那个时代可能这些不孝人很沉少 不见得多 所以在世人也都有预言 未到先知 所以现在我们的中华民国 这个时候 这种人也是不少 值得我们检讨 世俗所谓不孝者无 不孝里有五种等类 那么孟老夫子是辩才无奈 这个很有才华 这个讲话能力很强 所以分析都很周到 堕其四肢 就是社会这个世界上的人 分作五种等类 有一种男孩子 堕其四肢 四肢懒惰 通脑简单 不顾父母之样 不顾父母之样 不顾父母之样